大家好,我是大野猪 每天会带来原始福利和各种资讯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吧 感谢大家的点赞三连支持 本期视频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近期外网玩家在讨论一些什么 有什么新的资讯 首先今天是安博的生日 所以登上了外网的热搜 国外很多玩家朋友都在为安博庆生 祝我们的安博生日快乐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的点赞转发 都是非常高的 还有就是安博的生日读信 也被转发到了外网 同时记得去米游社完成一下流影虚假期 拿一下安博的生日诀版画片 接着打扰大家几秒钟 接着是日本玩家展开了对草神的讨论 神都是越晚出越强 所以草神肯定是四天王里面最强的 大家觉得呢 风炎雷三神都是经历过战争的 草神只是一个新人 应该不会太强 说不定是个奶妈 就算草神弱一点也会抽的 只要把强度控制在一个合格的范围内就可以了 不要数值膨胀 原神的数值膨胀 其实控制的还是可以的 出现了 就算可莉攻击为1 HP为1 我也会无脑抽 能确定视频中的那希达是本体吗 也许只是幻象本体是哦 说不定草神的元素爆发是变回大人几秒钟呢 大家觉得这个设定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 最好是变成漂亮大姐姐 怎么有好多玩家都是这么想的 花一份钱享受两种风格吗 元素爆发会变身的话 请给平姥姥也安排上 后面是外网官方发布的一段宣传视频 里面有一个信息 很有可能在后面几天 可莉和宵宫会有海岛的剧情 小孙也安排上 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都能凑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关注野猪让您不错过任何一颗原石福利 还有各种资讯